- 投馬動足先機 動人掌握機先 大家好 我是謝忠令 歡迎收看今天7月13號 投馬動人大呼羅班的盤 HOW 駕駛士兵 今天是禮拜一 一個禮拜的開始 在這邊我先祝福所有的投票 祝福大家在這個禮拜都可以 超順利都可以賺大千 好來看今天的盤 投票這個是上週五的盤 我相信這個上週五你是蠻恐慌的 蠻恐慌但上禮拜五有一些利空 主要就是這個啦 就是太公說股市泡沫不知何時會破 其實我相信這個我們在上禮拜五 已經跟大家仔細分析過了 你疫情還在的狀況之下 你國外其實目前你看新聞的訊息 是蠻嚴重的嘛 雖然說台灣你沒什麼感覺 台灣真的做的不錯 但是你國外疫情還在 那國外疫情還在的話 這個指數已經快要怎麼樣 快要挑戰歷史新高了 那只靠一個印鈔票 那這不是泡沫不管是什麼東西 只是泡沫不是重點 重點是它短時間之內會不會爆 如果說你利率都是這麼低的情況之下 甚至現在是2020年 如果說你利率這麼低 一直可能要維持到2022年的話 那你現在如果說離場的話 覺得這個泡沫泡沫好恐怖 你太快離場的話搞不好怎麼樣 搞不好它還會吹個一兩年 當然我不是說什麼所有股票都能買 那種沒有東西的 就它只採過題材沒有東西的 其實短線上如果說漲幅很大的話 我還是建議你避開了好不好 那我們上禮拜跟大家分析過 當然我們上禮拜就是兵荒馬盾的過程中 清理的心情放輕鬆嘛對不對 也跟大家分析了旗子的部分 那這是今天 老朋友這今天又回到12000 又回到12000以上 其實本來就在12000這邊 那麼歷史概念是12682嘛 那禮拜三旗子結算嘛 旗子結算外資又沒有退多單 台電這個立方它要幹嘛 禮拜四的部分它又要開法說 那開法說如果講得不錯的話 這個市場上會提前反應的嘛 所以其實你看到今天這個狀況 今天這個漲137.7 它也沒有什麼我認為是很正常的啦 那歐利息當然是高檔 這個地方震盪 因為歐利息比較大的圈子是 深一跟氣晶圓嘛 那深一如果說這個地方表現比較弱的話 它短線上它再創新高就比較不容易 好不好 所以這個歐利息的部分 我認為你平行看到就可以了啦 好不好 所以就整個指數來說 我認為是沒什麼太大問題的 就符合我們禮拜五跟大家說的這個預期嘛 所以就是一樣是在右上角 所以持續做多或是空手好不好 小朋友 如果說你會害怕的話 等到破月線你再來擔心啦 如果說月線都沒有破的話 其實就是你不要太快離場 好不好 好那接下來指數我們看我們看個股 小朋友 個股那個加登喔 現在二十分之一盤 價差已經拉很開 那個人不多說了 然後同心店今天漲了嘛 對不對 今天也漲 整理整理型態快要完成了啦 今天收147嘛 147如果說還息的話 我們上禮拜是有參加除息的 如果還息的話我們現在也賺錢的 只是價差還沒拉很開 這個拉很開再來跟大家做示範 反正我是看好的 這兩檔我們現在講一段時間就不跟大家多說 我們跟大家提我們上禮拜開始跟大家預告的 這個 我記得應該是上禮拜四 上禮拜四有跟大家做預告 我是不是說他要見法人呢 應該沒錯吧 他要見法人嘛 那見法人的話 見法人的話 如果說籌碼是正向的話 應該就是法人一定要買單 當然過了幾天怎麼樣 這到今天為止他的30分鐘K的走勢 那是我們講的時候在這邊 你看這邊有一根 有沒有一根亮嘛 然後這邊有兩根黑的嘛 對不對 就在這裡啦 就在這邊 那經過了幾個交易日 他今天 然後你可以很清楚看到 他是一路往上推進嘛 然後今天收在基本上怎麼樣 這個是相對一個高點 你這樣看也許你看不出來啊 看不出來 我們看分時線就好了 老朋友這是他今天的分時線 今天的分時線 老朋友這個也不用多說 你後面變這樣就是什麼 他今天是漲停板 今天漲停板啊 所以今天禮拜一好不好 禮拜一 禮拜一我們就賺個 碳加漲停板 上禮拜一在跌的時候 上禮拜五 狀況不太好嘛對不對 很多股票都掉下來嘛 我相信我也沒跟你說什麼 我出掉 不是說看好嘛 看好就法人買單了嘛 那法人買單的話 今天一回穩馬上就怎麼樣 就是大盤清清潭 各股就創新高了 就漲停板鎖起來 創個歷史新高好不好 當然這個不是我要跟大家講的重點 反正我們上禮拜四開始就跟大家預告說 這家公司要見法人嘛 主要是7月7號的時候 我這邊有貼一個這個 一直賺的部分 他在7月7號的時候 我們一直賺還有按道 我那天在我的索馬裡面 我來跟我們的學員講什麼 就按道了 按道 按道那好不好跟你分明什麼 就是他了嘛 要見法人的嘛 要見法人見到一直賺到按道 那就是他了 好不好 我記得那個時候好像135塊吧 隔天還掉下135塊 今天已經150了 對不對 所以有創新高 歷史高點都已經突破了 歷史高點突破的話 我不是叫你來追 因為我現在就獲利了 隨時我要獲利幹嘛 基本上都可以 跟大家說的就是 操作的方法 我是要跟大家講是一個操作的方法 好不好 那除了這部分以外 我相信我還跟大家提的是什麼 群創嘛 面板嘛 老師在講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進去 就很大支 很大支這個 你丟著它就會漲了啦 為什麼 因為產業基本面是有改變的 比如說這上禮拜 媒體跟你說的啦 需求增溫面板雙五回神 也許你不太相信它 為什麼因為禮拜五殺盤 我知道 大多數的散戶都怎麼樣 看結果嘛 看結果 看結果今天早上 再給你一個新聞 面板公布球 掌聲響起 然後又跳起來了 又跳上來了 又跳上來了 這種就是比較大支 你就不用差別 因為產業在改變了 它有利什麼 有利股進比的調整 這個進值在二十幾塊 股價八塊 它有比友達差嗎 友達都可以漲到十塊 你這個地方隨便漲 跟友達比個價就好了 還不是十幾% 友達進的才十七塊而已 不是嗎 所以一樣一個操作的方法 好不好 除了這段還跟大家暗示什麼 什麼新台幣升值啊 那不是 台幣升值 台幣升值 台幣升值會漲什麼 台幣升值後面不是漲到資產股區嗎 資產股基本上是沒有本益比限制的 就是看人家高興怎麼拉就怎麼拉 那如果有法人插花呢 一樣我這邊有兩個一直賺的日期啊 我有買一支資產股啦 那這資產股在七月二號的一直賺 有按到 在七月六號的一直賺 它也有跑出來 也就是它提醒我兩天 提醒我兩天 跑出來兩次了 當然就是趕快買一買 買一買我現在也進入獲利狀態了嘛 不是就進入獲利狀態了嘛 所以資金行情就開始輪動而已啊 就你不要追高的嘛 那種有題材下面要上來的對不對 照著我的一直賺索馬視頻做對不對 就資產股啊資產股 資產股的最大支那支不是市值嘛 市值不是在漲停 那是在漲停的話 就會拉著其他的一些一起漲 對不對 然後這個有沒有一樣啊 一直賺七月八號 七月八號是上禮拜的事 今天是十三號嘛 禮拜一嘛 七月八號的時候 我們一直賺也有提醒一支股票 我也是今天早上 請我們的學員下去做佈局 就下去買 你也不用追高 你就掛在下面買就對了 就掛著買 差不多這裡啦 買來買來就拉上去 小賺小幅拉開成本 好不好一樣 所以同學朋友 你從政府來看的話 你有沒有發覺一件事情 我常跟大家講就是 我跟大家提這個操作方法 我不知道你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選股票 也許是看電視聽名牌 或是說LINE群 大家爆來爆去什麼的 但是就算是這樣子 你也要判斷 但是股票到底行不行的能力 所以我跟大家提一下這個操作方法 你有方法就有貨量就有下一支 我現在像什麼 之前跟大家提一下加登 加登到時候也是一直賺安道 然後這幾支也是 七月八一直賺安道 安道我今天下去買 買了現買 投票朋友買就賺錢 這個按到兩天 不然投票朋友問你 我跟大家講這段落在幹嘛 我現在現在盤面上 沒人在跟你講資產股 就按到兩天了 按到兩天 我現在下去買 我還加碼兩次 加碼兩次都賺錢 這個當然是什麼 這個是產業的改變 太大師 太大師 有錢大家賺 對不對 然後這個 講了一個禮拜多了吧 上禮拜一直講 上禮拜四開始跟大家說 就是他都建法人 上禮拜建了法人 法人買單了 一直賺也按到 按到今天就賺個漲停板 基本上就差不多這樣子 所以索馬視頻是你的好朋友 我只能這樣說 我在裡面講的也是方法 操作方法就有霍靈的就有下一支 但心法是什麼 心法是跟著大壺走財富一定有 小朋友 我有些好股還沒有在節目上講 如果說你今年要賺錢的話 你今年上面如果說 績效不怎麼樣的話 或者說生計沒買到 生計太標沒買到的話 其實資金這地方如果說開始 從比較投機的退出來的話 比較投機的退出來 他已經退什麼 他是往有獲利有數字的東西 這個地方開始擠 對不對 有獲利有數字的 其實你就是跟著大戶做 對不對 我跟著大戶做 你可以跟著我做 基本上差不多這樣子 好不好 喜歡分析的話 你可以點個訂閱 按一下小鈴鐺 我們節目更新完 第一時間推播通知你 好我們做個結論 好不好 大盤我認為沒什麼問題 接下來是什麼 選股的問題而已 那既然選股的問題的話 你上禮拜 我現在有跟大家提 就是什麼 兵荒碼盾的過程中 請您的心情放輕鬆 那今天呢 今天的結論就是 大白青青檔各五片天 大白青青檔各五片天 各五片天就賺漲停 就差不多這樣子 但後面還有好股 歡迎你來一起賺錢 好不好 今天各位分享到這邊 籌碼動足先機動能 掌握之前 祝大家明天超順利 明天見 拜拜 公務資料緊提供參考 投資人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華冠頭顧104年 金管頭顧新資地009號